我说的这个可能大宝没听懂 但是我觉得直播间的叔叔阿姨们 你们应该听得懂 出亲戚不是那么好处的 人情事故不是那么好办的 大宝是现在觉得自己有点能力 比亲戚朋友过得好一点 能帮一个帮一个 能拉一个拉一个 但是 亲戚真的不是这么好处的 所以我想的这个层面 可能大宝他不能理解 家人们你说 行我这次给大宝个面子 既然大宝都今天已经把他 唐姐带进来了 咱说给大宝个面子的 咱们打个行 觉得不行的咱打个不行 好不好 我现在是前也不是后也不是 我不给他这个面子 我给不给这个面子 家人们 你们说行还是不行 好不好 给不给这个面子 家人们 我听直播间的 家人们说 有行有不行的 不行的为多 怎么办呢 我不给他这个面子 我不给人赶走 我吧 家人们 我现在真的很为难 我不知道怎么办了 你们给我点意见建议 好不好 别给唐唐点关注 点点关注 咱们把赞赞点起来 家人们 家人们不存在什么 学会的争我的饭碗啊 你们不着急 慢慢的把你们的想法 在公屏上给我打出来 第一呢 堂堂没有那么小的格局 堂堂不是怕唐姐 学会了争我的饭碗 说实话的 从事互联网的人 没有百万 也有几十万 对不对 咱不怕人来学 唐登不是格局 这么小的一个人 我是怕做不好 处不好这个亲戚 然后再得罪了股东 合伙人 最后整的里外不是人 家人们 我真不是怕他学 他要真能学 学得好 有一天跟堂堂这样 我我真的还挺开心的 家人们 啊 堂堂没有这么小的格局 真不是说怕亲戚来了 盯着我呀 或者是学着什么 你这样吧 你让我想一想好吧 给我给我 给我一个小时时间 好吧 你让我想一想 家人们 我也看看家人们在公屏上 是怎么给我建议的 你要死在围栏的话 就 但是人家现在进也进了 对不对 那总不能 进气了 你没给 就没做 还没还没上班 直接就 又 说辞了吧 是不是 那你就先让他 先做一个月吧 如果实在不行 一个月之后 再跟他说 辞掉什么 大宝你给我 你给我一个小时时间 好不好 咱们换个话题 好吧 就给我一个小时时间 家人们我想一想 我也看看公屏上 家人们是怎么跟我说的 嗯 我不轻易 我不轻易去 说行 也不轻易说不行 我觉得咱们说话 做事情还是要慎重 我希望大宝你下次也是 不要再在你的 亲戚朋友面前 去说什么 堂堂很有能力 什么的 第一 我认为 我有能力 跟他们目前关系不大 家人们 你们觉得 对不对 那我说的也是事实啊 是吗 你没有必要去跟你的 亲戚朋友说呀 我目前为止 我好与不好 跟你的亲戚朋友 关系大吗 家人们 你们说对不对 我好与不好 其实我觉得 跟他亲戚朋友 关系真不大 嗯 你不用 你不用在你的 亲戚朋友面前 去树立我一个 多么良好的形象 你就把我说 我这个人非常难处 我这个人非常的 怎么怎么样 都可以 那你这不是叫我说谎吗 那我说的 我事实是怎么样 我都怎么说了 请姐 你让我想想 我觉得你真的很好 所以 所以我就这么说 家人们就是佛 也是有的人能度 有的人不能度 同意的口吻音 也不是说 什么人都能去度的 对不对 我度一个大宝 已经快用光了 全部的力气了 食物家人家人 你们觉得 我该不该思考 一个小时 过不过分 我就想思考 一个小时 行吗 一个小时后 我想想 然后我来跟大宝说 就这样可以吗 我知道 一百个人 有一百个人的想法 也没有人完全站在 我的角度去想 也没有办法 完全站在大宝的角度来讲 所以 我想想 好吧 但是今天 其实我还有一个事 但是 你都这样说了 我也不好开口跟你讲 没事 你说吧 其实就是 就是我 我妈昨天跟我说了 然后 就是 就是我 因为是这样子的 就是 就是她 我妈也知道说 你认识的人多 然后见识广 然后人脉这些 比较广 所以 呃 她知道了 这个就是 就是我 我阿姨嘛 她就是得了 呃 一个重病 就是想 啊 通过你看 能不能介绍一些 好的 就是 啊 好的 那个地方 就是 给她看一下 就是有没有 认识的人 来广州吗 对 因为她 就是 就是 得了 很重的病 一直都没有 没有 没有好 是你妈妈说 让我 是 是你什么亲戚 我阿姨 我阿姨 阿姨是什么 阿姨就是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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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妈妈的 姐姐姐 对对对 叫阿姨是吗 对对对 我们这里叫大姨 就是你妈妈说 让我 带你大姨去 看看病 对对对 就是 不是说 让你去 大姨就是 就是 有认识的人 然后去 去介绍 就是 她得了重病 可能就不知道 说 哪个 哪个 医什么厌 哪个好 可以看得了 就是 有没有 认识一些 比较好的 医什么 医什么 生的 这些 不是大姨 第一 就是我工作挺忙的 然后你也知道 第二 就是我不太擅长这一块 不是 不是说你擅不擅长 我就说你有认识的 认识的人 那你就 介绍一下 一通电话的事 那 那 其他的就不用什么 就是一通电话的事 那 你要没有 就 也没事 我跟他们说 就你这边 不认识这些人 不是 生了什么病啊 你给我说 我看的话 就是这个 比较严重的 行吧行吧 我试试吧 但是 但你答应我一件事 你以后不要再在那个 你亲戚朋友面前 就是夸我了 算你帮我了 大宝症的 我觉得挺尴尬的 是不是家人们 你们觉得是不是大宝 以后不要再给他们家人面前 再夸我了 觉得是的 扣个一 觉得不是 扣个二 反正你以后就是 不要再去说 给你家人说 我有什么能力啊 在广州认识什么人 家人们 他能没有这个能力啊 有些事能办 有些事确实也办不了 不是 但是你 就是你 你确实就是认识人多 然后 嗯 你好 那我肯定得 讲实话 总不能说 他们问我 我就说没有 我不知道 他不认识人 那我肯定 有什么 我就说什么 大宝 你要是再这样去 跟你家人说 我真的 我都不理你了 我已经跟你说了 好几次了 不要在你家人面前 再去夸我 再去说我这个 那个 好好 我不 不说了 嗯 那不然 我就是 让他们 就是自己过来 找 那到时候 你就看一下 方不方便 就 就看 有没有什么地方 让他们住 因为他们过来的话 也没地方住 是吧 要不让他自己去找 看有没有住的地方 来几天 是看完就走吗 嗯 他这个挺严重的 应该 要 看个 个吧 半个月 一个月 应该是要的 就是比较严重 谁跟他一起来 你 唐姐陪他 对 我表姐 他是表姐 表姐陪他 对对对 另外一个表姐过来 对对对 表姐过来 陪大姨 对就是表姐 就是她 她的女儿 不是 行 我先去开几天酒店 我先去开几天酒店 他要去医院 然后这个 先让医生看看 好吧 然后看什么毛病 然后 现在看看什么毛病 先住几天酒店吧 好吧 大宝那边就十平方 确实也住不下 但你说短期住酒店 没有问题的 长期的话 家人们 还是租房子好一点吧 嗯 长期的话 就再想想办法 到时候再看吧 家人们 他 他姨就是那个 那个肺上面 不能说啊 直播间不能说 怕传染 那你想怎么安排 不是啊 不是啊 怎么还有 还有人在直播间说什么 什么传什么懒 就是我知道啊 就是你们都向着堂堂 但这个确实也 也不会传什么懒 是不是 因为我看到很多家人说让我啊 啊 分手分手的 是你们别 别添乱 是不是不想 不想看我们好了 不是你是想怎么安排 你是想在住酒店 还是我去给他租房子 还是咋的 应该租房子会比较好 因为酒店的话 可能会更贵 有租房子 他们要带各把业的话 各把业谁租给你啊 可能会比较 比较便宜一点 实在不行 我自己再想想办法 你是不是想让他住到那个 我给你租那个房子那里啊 嗯 那边还空着吗 如果空着的话 就让他住那边也可以啊 就先住一段时间吧 等好了 回去以后就不住了 那有没有第一次进到直播间的家人们 给堂堂扣个一 咱们老夫扣个二好不好 第一次进直播间的扣个一 老夫扣个二 直播间的家人们啊 第一 我给大宝租的那个房子 一个月要两万多 大宝就住了三天 现在他大姨跟他表姐过来看病 我没有任何嫌弃的意思啊 我只是觉得有点 而且那个地方离这个市区很远 家人们知道 那个地方很远 但是你说租房子吧 你说 一个月 没人租的 你 那没人租的话 你上次那个房子不是还空着吗 就先让他住 住那边了 不知道说啥 家人们 我 别住那边了 太远了 真的 我给大宝租那个房子 离市区真的太远了 嗯 了不住别错 我跟你说话你没听见吗 没有没有 你说 对 我跟大宝租那个房子太远了 离市区太远了 去家好不方便 那 不然住你那边呢 住我 住我哪 住我家 那不是有很多空房吗 家人们觉得行吗 家人们觉得行吗 觉得行的就 就扣个 扣个一 觉得不行 就扣个二 你别生气啊 我没生气啊 然后那个 就扣个一 住在家里 不住 不住 就扣个一 不住 之后 宝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